86登場 來了 究竟剛關掉輔助系統該如何適應 多撞一下就會適應了 他有覺得自己帥嗎 你這問題還需要問嗎 兩次的AYC起滾 三次 OK 這一下點個AYC 你可以感受到86在直線上的速度 就真的就是比較差一點 但這個彎道是真的還是很不錯啊 所以我覺得 大家自己考慮 86真的沒有你們想像中的這麼多 不要把86評價那麼差 兩次AYC 來了 新賽季排位開衝 忘記切草皮了 但這個86的轉向切草皮 蔓延切也沒關係 張大眼 然後這個東西不要撞 這裡需要襯牆嗎 這裡應該是襯牆比較快吧 下次不要襯好了 想要好好的過那個彎 應該很帥 好 白肉各位 剛好大家新賽季一起爬分 上分上起來 法夾彎彈射 你是說法夾彈射是直接一顆星彈射出去喔 那算什麼法夾彈射 感謝你們願意一起參與這個實況 觀眾場爬分完結 你們參與才可以讓觀眾看到這麼快的手術 我自己都搶不到我自己的房 排行榜三階是不是從 那個昨天剛開然後 一路打打到現在晚上10點 回復剛剛那位留言 我是中理義反金 有吃飯跟睡覺 只是吃的比較快 然後跟沒睡多久 謝謝你的解釋 感謝你的解答 沒睡多久吃比較快 那就是沒什麼吃也沒什麼睡嘛 對不對 對吧 我的這個中文理解應該是不錯的吧 哈哈 公理一格好保重身體 紅飄快拉一下 OK 點過來切一下AYC 我們這裡也 點個大紅飄進去吧 哇 太晚大紅飄了 那關如果大紅飄抓好一點 應該可以140多喔 再來這個大紅飄 我覺得感覺蠻厲害的 下次跑到這個圖的時候再來試試看 那個大紅飄 那紅飄降速其實比較慢 他可以很高的速度進去 你手上就要晚一點啦 不要再拉得太早了 不要再拉得太早了 你點一下 好這就是一階兵士的威力 一階滿改 很強 我感覺我這次下播要去看一下坑木山 完成的舞蹈是怎樣 剛剛有人說很帥 無課86適合抽嗎 86可以抽啦 但如果你是無課的話要考慮一下 算實量很不夠 小客升到幾階比較有競爭力 蓋拉多 每一階的ECU應該也是平均的吧 應該也是平均的吧 我是覺得如果你想要體驗 車子很有暴力感的話 都是三階以上 但這個很 很吃 荷包 體性消費 他每一階都提升 因為我當初玩蓋拉多的時候 我沒有覺得他 哪一階比較強 或哪一階不好開 他每一階都提升 可是每一階都提升 就是每一階都貴一點 但我還是建議 我最後還是建議大家 這個遊戲是養成遊戲 賽車養成遊戲啊 對錢包對自己友善一點 連接蓋拉多不強 連接蓋拉多強啊 為什麼不強 可以 版本一下 哇賽 一個版本完 後面的人都沒了 好喔 那我們 開始 啊 太早了 開始綠飄一下 這車還是純拉手殺綠飄好了 他雨天怎麼那麼穩啊 阿山二的綠飄怎麼那麼穩 欸 148 雨天過那個彎 哇 太早 玩了 玩炸了 太早近了 抓地地太好了 不要著急 可以晚一點拉手殺車 然後運動組的車 呃 其實 有ECU的體感 會是 比較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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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殺車乱得有點早 嚇人再晚一點 來 加UIC 運動組的車啊 他拿到ECU之後 他彎中都會開始提速 比較明顯 玩起來了 體感 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又比較便宜 這邊還是引走嗎 不是我的是光走 光 光走的觸發鍵程比較短吧 觸發鍵程太短的話 很容易 會誤觸 你手放在上面 然後不自覺的 就是手指頭的自然重量壓下去的時候 他就觸發了 再把它K7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用 就是中間沒有段落的走 因為我之前跟大家講一下 我之前玩那個 跑跑在比賽的時候 我們是從那個 薄魔式鍵盤的PKP3000 換到了ROWIE一代 然後 那個鍵盤的話 那時候有紅軸跟茶軸 我那時候 為了不要誤觸的這個原因 然後 我用的茶軸 然後 對於手的負擔其實是比較重 因為茶軸有段落的話 你等於每按一次 都會對手指頭增加一點負擔 但我為了 是不要誤觸這件事情 我希望可以精準的掌控我每一次按按鍵的這個 異道 跟時間點 然後跟 感覺 所以我就選了茶軸一直用到現在 然後直到 直到最近吧 直到最近我才換成光軸 因為草嫂換了一把新的鍵盤 然後我用了他的鍵盤之後 我就覺得 我覺得按起來挺舒服的 手也比較不疲勞 然後想說 那好像是時候了 我應該換成 該 接受一下新的事物了 然後我就換成了光軸 塑吧開波了 沒問題 可是 可是我們 就找塑吧玩 太早進了 很大 夠風味 光軸鍵盤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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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因為他現在比較稀有 現在比較稀有 所以 如果有問題的話 店家可能比較難維修 這也是要考慮一點 完了 我剛剛誤觸了 我剛剛按到了右鍵 因為 我的 無名指放在上面 他鍵程是短到你輕輕的 輕輕的大概壓一點點吧 壓一點點 他就會觸發了 鍵程很短 可是這樣的話 變成說你 壓下去觸發的時間點 其實是 非常快 發力有幾階比較好 認真要推的話 推三階以上 發的過安回溯會有感 開個拉法各位 開個拉法 OK 不用點AYC 各位 滿屆拉法 來了 OK 哇塞 這個加速來了 喔 好久沒開拉法了 喔唷 OK 他輕拉手他側之後 透過他的推頭 可以有效的斷掉飄力軌跡 哇 這就是拉法了各位 OMG 再點一下 有沒有 太讓人興奮了 點一下 離開 過來 東能回收 走得太病人了 走得太病人了 紋根好快 直接快力死五秒 這就是拉法 我想要換個塗裝 大概都還有別的塗裝嗎 我要捨棄馬鈴了 我要跟我們的寶中說再見 86只換0接近一換嗎 如果你兩台都沒有的話 我會推薦 可以考慮換蓋拉做出來 兩台都沒有然後要拿一階的話 我比較推薦拿蓋拉做出來 阿86如果你對他有愛或是有情懷的話 會考慮 AYC 再一個 阿阿阿 A A A到搶了不是AYC 這彎不適合這樣紅飄拉 車太跳了 這車剛剛那彎還是綠飄就好了 第二圈再來夢想 3 3 OK 再點一下AYC 直線讓他加速 哇賽很跳很跳 尷尬跳到車頭爆了 就不能把路線全部吃死阿 這台車就不行 他要留一點 就不要走這麼極限的路線 因為車子告過那路原始的時候 有點太癲了 這個我要我們綠飄過 綠飄過就穩很多 對吧 對吧 有點像AYC 再來拉一下走叉 OK 嘿嘿嘿 不能不能 這車不能走這麼極限的路線 再多留一點 不是他一直跳耶 我根本什麼都沒做 他一直跳耶 好像彷彿車裡面有兩個人 對不對 兩個小朋友 一直在車上搞 蓋拉多攻方 發火耶 天啊 有喔 來了 工 同場達人LV3 買過100個 OK 頂級盤子 OK 哇這個圖蓋拉多 再拿去抓 關路線 可以直接頂過來 夢想4 抄架手法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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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尷尬 拉一點 拉一點 大家都雨天 月華 這裡天氣不要 UIC 可以稍微晚一點再拉手沙塵 不要拉大紅瓢了 過來 點輕點 不要讓他打滑出黑瓢 可以斜到最外線 啊 撞一下比較快 那彎出去了 能用心無打5嗎 再排回獎勵 喔真的假的 右手邊那個 那個觀眾 那種裙子是很邪惡